駐舊金山辦事處舉辦慶祝一百零六年 春節團拜活動 包括僑務榮譽職人員 僑團代表以及僑胞 共五百人齊聚一堂 而馬忠林處長致辭時 呼籲大家一起為僑社福祉 中華民國自由繁榮 與永續發展來做努力 五百個人湧入金山灣區僑教中心 大家互相寒暄問候 而僑教中心主任吳玉華 也忙著招呼僑胞相親 現場熱鬧非凡 活動一開始 駐舊金山辦事處處長馬忠林 頒發僑營餐廳美食標章證書 給台南風味小吃 萬蘭豬腳 僑媽媽廚房 以及代計扁食 也分別頒發感謝函 給過去一年為僑界做出貢獻的社團代表 以及一百零五年國慶活動中的 有工人員及團體 馬處長感謝僑胞 和各界社團支持辦事處 對僑界能秉除政治上差異 謀求合作也感到高興 這更鼓勵僑胞共同努力 讓臺灣更加富強 未來一年當中 我們四地會面臨很多新的挑戰 跟機會 所以在此有特別的期盼 我們在座的各位 會聽朋友們 大家未來能夠跟我們繼續 手年手新年薪 我們繼續的攜手合作 讓我們共同會有一個 喬舍的福祉地位 以及中華民國臺灣的自由繁榮 和勇氣發展和努力 午餐過後表演節目登場 包括僑里們組成的團體 表演眾神赴臺灣 美國加州排舞協會的爵士舞 馬中林與幾位僑界人士組成樂團 馬處長以吉他自彈自唱 新年歌曲及民歌組曲 獲得大家熱烈掌聲 不論尾聲 毛處長抗力站在門口 親手發紅包給每一個人 希望朝伯們在新的一年 都有平安吉祥的好彩頭 臺灣紅電視黃本初 美國聖河西采訪不到 警察